晴天辟地 国平隔离却突出重大噩耗 视频赛同牌得主确诊新冠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量仔聊球 我是量仔 如果你喜欢量仔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点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说一下 目前的我们国平收到了一个重大噩耗 那么我们也知道现在国平的 已经是打完了这个国平赛 视频赛以及此前的WTT世界杯 现在的也是满载而归 回到山东微海这边进行隔离 那么我们也很清楚 那么在此前的这个视频赛当中 我们和德国的波尔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非常厉害的 国外的对手呢 都有所交手过 所以其实在这些比赛当中呢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对手的一个非常厉害的表现 当然其实对我们来说呢 目前来看的话 这些对手的一个整体亮眼的成绩呢 还在其次 那么其实关于他们最近那些 健身体健康情况呢 却备受很多粉丝的一个关注 因为就在最近呢 其实在过往和我们交手过的一个对手呢 却在这一次被检测出新冠 那么对我们来说呢 真的是一个晴天霹雳的一个噩耗 目前根据媒体进行的报道 我们可以发现了 这一次在视频赛获得了一个铜牌得主呢 也就是波尔德国这个名将呢 已经是确认患上了新冠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们在按照之前的一个赛程安排 我们也看到了 当时波尔和周启豪是确认有交手过的 虽然说他打败了周启豪 但是呢本身双方在一个球场比赛 而且呢还有近距离一个接触握手等等呢 那么其实影响也是非常的大 那么虽然说此后他们并没有去参加WTT世界别 但是现在可能距离这样的一个比赛结束时间呢 也刚刚过去了不到20天左右 所以现在其实要很多粉丝啊 要很多球迷呢都很担心我们国评这边 会不会遭受到一些意外 毕竟我们也知道 其实啊我们国评这边呢 因为周启豪的和对手握手交过手呢 其实都算是一个密切的接触者 所以他们现在呢又一同一同回国进行隔离 虽然说每一个人在单独的房间 但是在回国之前呢还进行了一个大合影 那么本身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也是非常多的 所以很多现在很多球迷可能都会被国评大队 有这边的去骂了一把汗 那么确实实实呢真的是挺糟糕的一个消息 那么对我们来说呢 如果说接下来真的是出现一些什么意外的情况的话 对整个大队伍可能都是一个重创的打击 所以在这里啊 那么刘国梁呢 如果说知道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呢 肯定要引起重视 或者呢可能对这些队员呢 怎么样进行一些防护措施 或者说进行进一步的检测等等啊 确保每一个球员都是非常健康非常安全的 那么这样一来呢很多球迷才能够放心 当然其实另外一方面 对于我们这个非常尊敬的对手波尔呢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 可能呢他也不一定是在此前这个视频赛当中就已经感染了 又或许他可能是在回国之后呢 因为比赛已经结束 本年度呢能够得到休息 所以他整个人就放松了松懈了 所以可能在这个出去游玩的时候呢 那么去感染这样的病毒其实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毕竟呢像在德国啊 包括一些西方国家 那么他们本身的一些情况可能确实是比较远俊 所以呢他这一次感染的话 确实也是一个很不幸的结果 那么我们作为球迷呢 也知道波尔呢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对手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期待他能够早日康复 而我们也期待国平这边呢 也没有其他的一个事情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 这样一来呢 那么我们本年度完成了一个重大的任务呢 才算是一个比较开心的结果 我们也同样希望他们明年能够继续带队呢 取得更好的成绩 为国家队争夺更多的一些荣誉 好了本期的量载聊球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